可能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填资料 当然如果没有填资料的话 一定就是发生错误 所以如果没有填资料的话 就类似像这样的 他直接按确定 那怎么样 一定会发生这种错误啊 应用程式征错一下 一定会卡在哪一个 卡在这里 因为这个里面没东西 那你要丢给什么呢 他这边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如果没有 里面是空的话 那一定会发生错误啊 因为工作网名称 绝对不会有没有名称的 那怎么办呢 当然你必须要知道 应该在哪边做修改 这个又错了 把他删掉 把那个筛选又恢复一下 所以可能要做两件事 所以特别注意 房呆2应该加在什么 他输入之后 你可以放在房呆1的下面 或者房呆1的前面也可以 比如说这个是房呆1 房呆2的话大概就是放在 他输入完 先判断有没有重复 如果有重复就删掉 OK 再来判断是 不过应该如果他输入应该是 先判断他是不是空的 好像比较合理一点点 OK 那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空的呢 其实很简单嘛 if x 等于空字串 那其实就是这样 if x 等于空的 就这样判断而已 空的话表示空字串 then and if 先做一个逻辑判断 这边的话是一个房呆2 你们就做一个房呆 这边房呆2好了 OK 然后做什么事呢 其实第一个警告他一下 Magic Box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用那个 msgbux 这个是一个 跟input box input box是有一个可以输入的嘛 那Magic Box只是讯息 然后面的话呢 就是可以给一个pronger pronger就是什么叙述 那当然我们这边可以给个叙述 请务必输入资料 那这边的话我参考一下这边 也许这边就这一个房呆2 假设没有填写资料的话 那就这一个 OK 如果他等于空的话 那请务必输入资料 那一样啦 如果你对Magic Box不太清楚 and F1 里面也会有相关的参数告诉你 F1按下去之后的话 这个里面是什么 提示pronger是必要的 所以这个pronger一定要有 后面的PCR不一定要有 那有哪一些啦 比如说button button这里面指的是什么呢 他这个按钮的形式 还有呢 有关那个什么 里面还有一些什么 像title要不要 还有content 不过我觉得比较需要的 好像就是这个 底下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按钮的icon icon部分我觉得好像还蛮可以 可以用icon的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发现icon有个什么VB information 那这个是指的是按钮的参数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假设斗点好了 他这边button是第几个 第二个参数 所以斗点之后 假如说你需要跳出什么 像这边有很多的VB question question就是问问题 那如果你要警告的话 这边或许有一个什么呢 VB的什么有OK有什么这么多 那其中有一个是VB的information 这边你可以给这个 假设Ctrl C 你可以给这个或者给64 它会显示讯息 资讯讯息图示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假设你这边斗点 它会跳出什么 它其实一样还是可以选 VB information 这个 这个指的是跳出什么样的按钮 记得最后呢 请务必注意一下 如果它等于空的 那基本上你的程式 就不要再往下跑了 不要再往下跑了 就Stop 停掉 那如果你要让程式停掉的话 请注意哦 这边有一个叙述很重要 Is it sub Is it sub意思就是什么 从这个底下 请你就离开了 不要再往下跑了 如果你少这个叙述 程式还会继续往下跑 还是会继续错下去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叙述非常的重要 这个Is it sub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加了这个Is it sub之后呢 它会直接帮你把程式 跳离到End sub这边就结束掉了 不会再往下跑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还蛮重要 以后如果你程式 不要让它往下跑的话 可以这样做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这样 它如果按确定 里面是空的嘛 那这个时候呢会先跳什么 请务必输入资料 那特别注意哦 你想说VB information是什么 其实是这个东西 OK 假如说你要个惊叹号的话 它好像底下还有其他的 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在上面好像我习惯出Informate 或者你可以找一个那个警告的 好像是这个 你可以把它 就是有好几种讯息显示的这种按钮 你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因为我是觉得它这边缺点是 它应该把那个显示的图示 是应该把它截图放在这里吧 不然这个说明感觉好像不太贴心 少了这个东西 还要自己再try一下 我以前就很认真 每个都把它try看 我就知道了 不过说真的很浪费时间 所以最好这个 比如你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用48 32 你可以用这个VB information 你可以用64也OK 也就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 这个后面你可以加个64 64是等于VB information OK 那如果说 等下你要去试其他的话 你逗点 它自动会跑出来 假设这个 这个好像是一个警告的吧 我印象中是这样 XX 有没有 OK 所以很多图示 你要自己去玩玩看 所以又多学了一个 叫Message Box 警告一下 然后多一个它的Button 自己玩玩看 OK 那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你让程式 不要往下的话 记得加一个 Alessup 离开了 不要再往下 好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它没有填资料 这个比较简单 再来的话 还有就是说呢 如果查询之后 它也没有重复 只是说找不到东西的话 那当然你找不到东西 你不用再新增工作表给它了 因为没东西你干嘛新增 所以假设查询的时候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把资料放哪里 如果查询没有结果 特别注意 所以必须要先查完 查完之后才知道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查 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第三种防呆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位置应该是在 没有结果 查了没有 OK 那我就是啊 if 那怎么样判断 其实这个我也想很久 奇怪 查了之后没有 比如说我这边 把它demo 假设我今天 在这边设一个中断 在这边好了 然后让它跑一下 假如说我们查什么 小李好了 假设没有这个人 小李 那一定没有资料 小李 它也有填资料 他第一个他有填资料 而且他没有重复嘛 所以他就会经过这两道关卡 可是呢 他查了 我把小李这个给他 小李 OK 小李有没有 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话呢 全部都没有 那我怎么知道全部都没有 我就想了很多方法 因为他如果有一个属性告诉我说 查询资料结果 可是他没有这个属性 没有什么抗扯啊 总共有机率 没有 那怎么办 所以我就想了一招 游标放A1 Ctrl向下 如果是1048576的话 那表示怎么样 他应该是查不到 因为你不可能查询结果 查完之后 会有100多万比的可能 这种几率几乎是零 OK 所以 那我就用这一招 那我怎么知道说 查询结果是不是1048576 所以我用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地方 查误结果这边 那放在哪里 记得哦 这个查误结果 请你等一下 复制贴上的时候呢 务必注意一下 请你放在那个 查询之后哦 就是在这个筛选的下面 要复制之前 所以在复制的上面 复制的上面怎么样 在复制的上面这边贴上 先看一下查的结果有没有 如果没有也是 所以把它搬到这边来看一下 那我就用刚刚的方法 就是Ctrl向下 如果是1048576的话 那表示怎么样 查误结果 OK 所以我把这个这一行 加在筛选之后 F8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它这个range A1 就有点像游标放这里 Ctrl向下 这个就Ctrl向下 Ctrl向下的列 如果是1048576的话 意思就是游标放A1 Ctrl向下 如果是1048576的话 那表示什么 没有查到东西 如果没有查到东西的话 那一样 做什么 查无资料 如果这边 如果你要加个逗点 逗点Button的话 查无资料的话 假如说用哪一个呢 用这个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我有点忘记了 这个 查无资料 惊叹号一下 按确定之后 特别注意 查无资料之后 因为它有经过查询 所以记得 有查询的话 那表示它的筛选状态 这个时候是有被按下去的 那我如果说要恢复的话 记得要多一行 就是把筛选状态 这边有没有 Selection.autofilter 必须怎么样 把它取消掉 所以这边筛选状态 按F8取消掉 有没有 不然的话它不会恢复成原来的筛选状态 那因为查无资料 所以后面呢 基本上也不需要帮它新增工作表 也不需要做后续的动作 所以怎么样 It is sub 离开这个程序 跳离了 没有了 结束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主要两个防呆的部分 那这边把它加在这里 所以这边的话 我两 一个是记得 加在也许防呆1 防呆2也许加在防呆1的上面 就是它输入之后 确定一下它里面是不是有资料 OK 如果等于空的 那表示什么 请务必输入资料 一样跳离 对不对 OK 这防呆2 那防呆3的话 就是查无资料 查无资料 那我用一幅 如果是1048576的话 多一个 selection.autofill 这一行其实怎么来的 其实也是这一行 取消筛选 OK 因为如果你没有取消筛选 它的状态 还是会是筛选状态 一样 多一个什么 It is sub OK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两个部分 防呆 防呆1的话 就是 就是如果已经有工作表 那就做什么事 防呆2的话 就是 如果它没有填资料的话 防呆3的话 是查了之后 没有资料的话 对应一下 要怎么做 所以大概会有这三种 可能发生错误的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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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